女孩把用个黎麻巾悄悄地拿出来 小心地折叠一下 转身就把她递给闺蜜的男朋友 上面用汉字写着闻一闻精神抖擞 小帅半信半疑地闻一下 果然是花园体香原味的 迫不及待地两人收拾东西逃课 准备去一个没人的地方学习生物知识 自从前日人格分裂之后 她就开始了各种骚操作 先是在学校的更衣室里 突然偷袭杀死经常欺负自己的校霸 接着在野外留冰场 害死了自己的好闺女 然后影后级别的表演报警 声称闺蜜是自己摔死的 到了万一她给闺蜜男友小帅发信息 趁着没人 穿上黑色偷偷跑出家门 来到男友的家里 她假借安慰小帅的名义 实则是要占有这个纯洁可爱又专情的男孩 在前日的各种撂拨下 小帅放下对死去拧有了伤心 两个人激烈地完成了一场扑克游戏 接下来的时间里 前日总是带着小帅逃课 甚至明目张胆地带回家里打扑克 妈妈质问千日怎么这么不要脸 在妈妈差异的眼神中 千日带着小帅上楼 不可描述的声音直接传到妈妈耳朵里 这天千日的千日瘾又犯了 立刻拉着小帅去开房 刚进门千日就迫不及大地脱衣服 这时小帅正好接到警察的电话 希望他和千日一起回去 接受调查 可千日却说必须完成扑克游戏才能走 看着眼前的疯女人 小帅转身就走 没想到被他用酒瓶的直接招呼过去 可怜的小帅就这样当场里的喝饭 接着千日喝得烂醉 来到附近的诊所 爸爸想要给他喝水 节节酒 没想到千日故意把水洒到身体上 于是爸爸去给他拿毛巾 没想到刚一转身 千日就已经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 作为一个正常男人 肯定要严厉呵斥这种事情 没想到千日拿起爸爸的手势刀 手起刀落 不得不感叹 还是国外的电影好看 不知道这样的女孩子送给你长老婆 你真的敢要吗